普通家庭每年要在洗衣房里花费大量时间 要洗大约300件衣服 根据消费者报告的最新研究报告 即使人们每周洗5次衣服 他们也有可能做错了 来看看我们到底哪些地方做错了 除非您的宠物经常爬到您的床上 甚至睡到床上 否则没有必要经常清洗床罩 大概每三周清洗一次就可以了 但也不要拖太久 因为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如满虫 细菌和死皮细胞会引发过敏和皮肤刺激 与床罩不同 床单则是另一回事 应该每五到七天洗一次 如果有人生病了 则需要更频繁清洗 由于害怕潮湿的毛巾发霉 有的人在每次用过毛巾后都会洗 但其实没必要这么频繁地洗毛巾 用过以后的毛巾要展开挂起来 如果你能让毛巾自然晒干晾干 就不用经常洗了 通常建议毛巾三到五天洗一次 内衣 袜子 贴身短袖衫 尤其是运动服应该在每次使用后清洗 而且不要把它们扔在一起 否则会滋生大量细菌甚至发霉 外套和裤子除非它们很脏 有污渍或出汗 否则请省去麻烦 穿四五次以后再洗 但是如果凝住的地方空气质量不佳 空气里有较多灰尘 衬衫的领子穿一天 就会有体油混合灰尘的污渍 就要每天更换衬衫 并用软毛刷占洗涤剂 刷洗领口袖口的油渍 再放进洗衣机里洗涤 牛仔裤可以更长时间不用洗 没有明显污渍或者发臭 就可以穿几周再洗 在洗涤剂方面 三款产品在消费者报告测试中 名列前茅 它们的洗涤效果都非常好 但不要过度使用洗衣粉 因为越多不一定越好 研究表明 许多人使用的量 是它们实际需要的两倍 如果衣物上有严重的污渍 可以把洗涤液直接倒在污渍上泡五到十分钟 然后直接用手搓洗 或者用软毛刷刷洗污渍处 要尽量把严重的污渍洗掉后 再用洗衣机洗涤 许多人犯的错误 是在去除污渍之前 将还有污渍的衣服放入烘干机中 一旦这样做 热量会使污渍凝固 很难去除 因此有污渍的衣服 一定要清洗干净后再烘干 谢谢收看小虎的本期视频 希望对您的生活能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转发订阅 下次再见